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吉尔在学校走廊里散步唱歌 这时他看见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 公告板上有一张偶像选秀海报 哦天呐 偶像选拔大赛 哇哦 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 吉尔走吧 是汉娜在向着吉尔跑去 吉尔拉着汉娜的手 把他带到海报前 天呐 汉娜 你快看这个 什么呀 天呐 这是选秀 嗯 没错 如果获得冠军的话 就有机会当歌手出道 我们盼望已久的选秀终于要开始了 他们兴奋地牵着彼此的手 跳起舞来 我们一起去参加怎么样 当然好啊 我们一起去 但是这个选秀什么时候举行 嗯 我们找找看 写在哪里了 吉尔看到比赛时间之后 有点心烦 嗯 三月十四日 吉尔 什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没问题 但是 但是那天你可以去吗 我没问题啊 我是你的生日 你在担心什么 报名日期 截止到今天 我们快去报名吧 好 他们拼尽全力地跑 很快他们找到了接待处 接待处的男生 被他们突然地出现 吓到了 哎呀 吓我一跳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 刚才 报名 还没有结束吧 啊 看来你们是来参加偶像大赛的吧 是的 吉尔和汉娜的回答 就像飓风一样有力量 哦 你们还真是朝气蓬勃啊 那是 吉尔和汉娜再一次用力回答 如同飓风再次席转 哦 你们可以小声说的 嗯 他们充满力量的回答 就像第三个飓风袭来 男生差点摔倒 嗯 您 您没事吧 您还好吗 我 我没事 但看起来 好像你们不记得海报上的内容了 参赛的时候 要说明自己 要跳什么类型的舞蹈 吉尔和汉娜睁大了眼睛 感到很困惑 我们还没决体好呢 汉娜 我们跳什么舞呢 踢踏舞 或者是 金剧 或者是 流行舞蹈 汉娜开始跳起流行舞 吉尔目光炯炯地看着她 好好啊 我们就跳流行舞吧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是我们的报名表 哈哈 我们现在 要不要去排练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